今天带你们看宝马XR的药业吧 这个是新XR 这车和老XR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是灯不一样 灯以前老XR是六半 现在变成了一个三半 就一半的灯三角 然后就是这边 这边一个角一个角一个角 三条边的这种情况 然后 其次 这个拉花 其实问了很多XR车主 他们觉得这个拉花很丑 想把这个撕掉 真的你看这很有违和感 如果没有这个拉花 整个车身很干净的话 会很好看 然后这个中网也是 中网其实你如果是现款XR 想改这个中网 也是可以改淘宝有卖 很便宜 然后这边 19寸的轮毂 装一个六货塞的卡钱 国产那种大六的 小六的卡钱 或者大六的卡钱 其实19寸轮毂都是可以装下的 这个不用担心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换了 刹车的话 这整个轮子看上去会更饱满了 而且我的建议是 如果说你是XR车主 你想先改装的话 你可以把它整个车身降低 降低了之后 整个车 姿态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我觉得 你从远处来看这个XR 从远处看 它整个并不像SOV 它整个给你呈现的这种造型 像一台跨界车 然后从后面来看 其实就非常的宝马了 然后这个标志性的这个L型的尾灯 然后包括一个拳头大的这个排气 都是它的特点 整个车其实是非常的动感 非常好看的 很适合那种小资人群 而且这个车 它的整个轴距和mini的countryman 是一样的 2670毫米 不要把它拿去跟X1比 它跟X1不是一个东西